陈关希删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陈关希亲吻着女儿 女儿呢 扎入一个小辫子 一脸呆萌 陈关希 这个当初饱受争议的浪子 也有一天一脸从你看中女儿的 陈关希是现在的最爱 一个是秦淑培 另一个就是女儿 陈关希的微博 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 陈关希的微博 只关注一个人 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她的女朋友秦淑培 所有的微博都是秀恩爱 还高调晒孩子 大方分享女儿的成长点滴 更是对所有人说 女儿长大后一定是个大美女 女儿成了家里唯一的小宝贝 爷爷奶奶 鼓鼓都把她当成长上明珠 能让陈关希 这样的女人也真心不简单 两个人虽然没有领证 但秦淑培还是喊陈关希老公 更是抱出私底下两人 控叫两个字宝宝 甜蜜的不行不行的 这个女人果然的娇羞可爱 有魅力 秦淑培 1990年8月10日出生于河南开封 中国内地女模特演员 2008年在纽约读书时 参加春夏时装周 开始进入摩托界 2009年在纽约时装周 走秀22场 10月她被时尚网 战斯帕尔评选为年度时 打新模特 2010年在四大秋冬时装周 走60场秀首度登上 Models摩托榜 TOP50 同年成为彩妆品牌 美宝莲 纽约全球代言人 七月获得L风尚大典年度 风尚超模大奖 2011年6月正式签约华裔 兄弟时尚 成为旗下首位签约的艺人 2012年在春夏时装周中 走38场秀 成为国际地牌上 为数不多的亚洲面孔之一 11月 首登维多利亚的秘密秀场 以一套性感的报文出场 她也是第三位 登上该品牌秀场的 亚洲超模 2015年3月21日 参演由魏南 魏民兄弟联手指导的 和家关喜剧电影 从天儿讲是纽佩新 5月26日 6月15日 出席2005星光上海华裔 L之夜 五周年庆典活动 2016年10月 参加录制了 网 我综艺剧 爱又烂门美的首集节目 曾经也有一段婚姻 也许就因为这样 所以跟陈关希一样 貌似也并不怎么在意结婚 这件事情 第一段婚姻对方 也算是一个豪门 离婚的双方也互思了一场 后来遇到了陈关希 陈关希交往过 无数的大美女 国外的 国内的 唱歌的 跳舞的 各种美女都交往过 晚座陈关希 年轻的时候 两个人估计也不会在一起 但最终还是选择 跟秦叔陪生孩子 过日子 或许真的应了那句话 只有刚刚好吧 秦叔陪聊到陈关希 永远都是他一脸 幸福害羞的小女人模样 现在的陈关希 少年时期的英俊 已经不在了 反倒称的 秦叔陪更